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冷断说 自NBA成立,选秀大会就已经存在 到如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 成为了各支球队补强阵容的一种主要途径 同时也给小球士带来了崛起的希望 不过和如今健全的选秀制度不同 联盟在80年代有多达10轮的选秀 在1989年才缩减到两轮 所以在84年的选秀大会上 和Olajuwon,Michael Jordan,Charles Barkley,Stockden等等 这些历史巨星一起参加选秀的球员 更是多达228人 其中58人成为了幸运儿 才最终进入了NBA 不过这还并不算夸张 在1974年之前 NBA球队可以挑选任何自己看中的球员 没有轮述限制 因为在那个年代 并没有足够多的篮球人才来满足NBA的需求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一系列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1974年 老鹰队经理Pat Williamson的儿子James降生了 James也是他未来18个孩子中的一个 一天之后就是NBA的选秀大会 之前老鹰队通过交易手枪皮特 获得了大量的选秀权 不过 在人才稀少的情况下 老鹰队很快就无人可选了 在选秀第十轮 Pat突发奇想 宣布将儿子James作为这一轮的选择 如此一来 James也创下了一项记录 NBA历史最年轻的新秀 年龄为 一天 不过 这一选择却让联盟官方困扰 因为当时在场的球员中 还真有一位叫James Williamson的球员 而且是一位绰号飞翔的街球传奇 两人 重名了 于是 联盟向Pat确认 他们是否选择的是球手飞翔 而Pat却表示 不是 我们选择的是小Pat 而NBA官方需要得到更多的球员资料 便询问他这位球员现在在哪里 而Pat也如实地做出了回答 目前这位球员 他还在亚特兰大的幼保院 身高50厘米 体重6斤6两 当时全场哄堂大笑 而联盟官方也非常客气 在祝福Pat喜得贵子之后 便宣布他的选择无效 可怜的小James 在成为NBA球员几分钟之后 就失业了 如果婴儿参加选秀是一个玩笑 那么在1977年 新奥尔良爵士选择了一位女性球员 却是认真的 他们在第七轮137顺位 选择了来自密西西比 三角洲州立大学的中锋 Lucia Harris 她身高1米91 体重84公斤 获得过三次大学女篮全美一阵 四次全州一阵 并在1976年代表美国女篮 获得奥运会银牌 除此之外 她还是球队的首席得分手 场均25.9分 14.5个篮板 曾创下单场58分的得分记录 当听说自己被男子职业球队选中时 Lucia起初认为是在开玩笑 不过在得知爵士队是真的希望她可以去参加集训时 Lucia也开始认真考虑打NBA的可能性 作为一个内线 她的身高优势可以统治大学女篮 但是在NBA却无法生存 不仅如此 她在外线的投射能力也十分有限 而更重要的是 当时她已经怀孕了 根本就无法去参加训练营 最终 Lucia谢绝了爵士的邀请 不过即便如此 她还是超越了另外33名男选手 在他们之前被NBA球队选中 虽然很遗憾未能看到女子球员征战NBA 但是Lucia在职业篮球的道路上 还是取得了成功 并在1992年入选篮球名人堂 值得一提的是 爵士并不是第一只选择女性球手的球队 勇士队曾经在1969年第13轮 选择了Denise Long 但是之后被联盟否决 所以Lucia依然是历史上第一位 被官方认可的女性NBA新秀 同样是在1977年的选秀大会 国王队在第七轮139顺位 选择了Bruce Jenner 他刚刚在前一年的奥运会上 赢下了男子十项全能的金牌 连破三次世界纪录 被誉为美国英雄和世界最佳运动员 虽然他和国王队工作人员和球队队员相处愉快 但是他从未在NBA登场比赛 整件事就是国王队的一次市场营销 球队希望通过Bruce获得更多的关注 从而击败同城的NFL球长队 因为球长队的选秀宗旨 是挑选最好的运动员 所以国王队这次要以比之道 环师比身 不仅挑选了最好的 还是全美名气最大的运动员 不过身高1米85的Bruce 自从高中就没打过篮球 而且对于加盟NBA也并没有兴趣 除此之外 Bruce的另一个身份可能更加为人所熟知 他就是美国名媛卡戴山家族的父辈 媒体曾开玩笑表示 和他小女儿肯斗Jenner交往过的NBA球员 都可以组建一套打进季后赛的首发阵容了 1号为Russell 2号为Booker 3号为Simmons 4号为Kuzma 5号为Griffin 而Clockson则可以打替补 不过后来肯斗也公开回应 表示他只承认Simmons和Griffin 其他人都是捕风捉影 2015年 Bruce在推特上宣布自己改名为Katelyn Jenner 成为了一名变性人 而这条推文也让他在4小时内就收获百万粉丝 一举打破了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保持的记录 据说Bruce在5岁时就患有性别认知紊乱 直到65岁时才勇敢地做出了选择 无论如何 1977年的NBA选秀 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奇葩的一季选秀了 凯尔特仍在那一年选择了一位送水的球童 而胡仁则选择了二次元卡通狗屎库比和一把椅子 虽然尚不清楚他们为何如此选择 但是联盟最终还是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谁能想象NBA两大豪门竟然会在选秀大会 开出这样的玩笑 好了 这就是今天冷饭说的全部内容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订阅加评论哟 冷饭说 我们下回 接着说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